做错,没关系,把它Ctrl-C 然后这一段Ctrl-V贴到哪里,贴到这里就好了 因为我知道应该蛮多同学 还在慢慢的 熟悉啦,因为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说是 你们学习的问题,是说因为这东西不可能马上 你学会就马上会,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细节 都要注意 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符号做错 那我这边是有换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换行 把那个底线,这个拿掉,然后把它移到上面去 基本上就跟我刚刚写的是一模一样 那你当然如果有写错的 你就可以拿我这一行 跟你比较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做错了 慢慢可以找到一些细节 当然也不是死贝,因为像这东西都不是贝的 我刚刚写,其实基本上 都是 根据我 到底想做什么 从哪边拿资料 然后呢,从哪边把那个 拿到的资料,最后 把它 拼凑成我要的电话号码 然后呢,再丢给谁呢 丢给自己这个方圈 所以这个方圈一定要放前面 所以通常就是把这个 丢前面加个等号 然后把后面东西串完之后 再丢到前面去 的一个概念 OK,如果你这个概念 清楚的话 那我想要写出来就越接近 不过理论跟这个实物 可能还是 有个落差 会的人不见得做得出来 很会讲的人可能也不见得会能够写的 写的 就是写出 要的东西 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 完成了,所以这部分 乱完之后 那当然我这边把它清除掉 插入函数 使用者定义就出来了 如果你做完之后 奇怪,怎么还是没有使用者定义 那你的问题应该就是什么 要不就是 你写的位置不对 像之前同学就写在 像其他这些里面 那因为他不是模组,所以也找不到 第二个就是说呢 之前有同学是 他插入程序的时候 用Sub OK,那Sub手机 然后后面都打 都没有问题 一执行期换没有 因为 不是Function 所以一定要是Function 才会出现 这个应该 要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呢 这样执行之后 发现其实已经算是流畅了 可是就是 所以这个 这三个 就一个 一个萝卜 一个坑 那这样按确定应该 就可以得到结果 可是 他这个地方还需要三个东西 如果我今天因为是连续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刷一下三个 就完成的话 那这个地方可能又是要改什么 把这三个 这个两个不要 把这边再改成电信业者的范围 然后呢 未来我们就是 刷一个范围给 给这个Function 但问题来了 刷一个 里面呢 基本上刷一个范围 但里面有三个储存格 所以你要把这一个范围在 城市里面分割成三个储存格 OK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要怎么分割 特别注意要有个概念 刚刚没有Sales 那个Sales Sales的概念其实就是这个工作表的哪一列哪一栏 那这道理一样 我可以把这个范围 假设我先丢给这个A好了 A的变数 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 那这个A 如果要取得这一个的话 它的概念一样是先列 再蓝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范围 特别说是这个范围 它只有一列 但是有三蓝 所以我要取第1个的话 你就跟他讲 A里面的 第1列 的第1蓝 他就把11丢给他 OK 所以这个储存格就是A 刷5E之1 这个的话刷5 1列的 第2蓝 对 这个的话 就1列3蓝 怎么写 我写一次给各位看 如果他改成范围 其实 不难写 第1个 一样把这个不用重写 把它 复制贴过来 复制 至少Ctrl 键按住 放开 也一模一样 所以这招还蛮好用的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一只手拿麦克风 另外其实我这一只手写程式 所以你看一只手写程式也OK啦 写对就好了 写错的话你写一整天也写不出来 写对的话 伸了一只手就可以了 真的 这拿麦克风没办法 所以上课要拿麦克风 又剩一只手打程式 OK 好那再来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手机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把它改成范围 记得这边改完之后 下面一样要改 因为上下一定要一样 OK不然会漏接 这边一样改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把它改成电信业者的范围 然后后面这两个就不要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边有一个 两个 这三个怎么办 这是一只一 这是一只二 这是一只三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他给我的那个范围丢 先丢给A 所以A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范围 丢给A 所以丢给A的话就是 把这个复制过来 那他给我一个范围 那我就把那个范围 先传给A 所以A本来没有东西 这个时候你选了之后 他就丢给A了 所以A里面就是有那个 一列三栏 三个储存格的资料 对不对 那 可是我 等于是A也是一个范围 那可是我要丢过来的 并不能把说A全部丢 那三个范围不对 所以必须切割 所以切割的方法这个 A 黑 挖 它的第一列的第一栏 这样子 看懂吗 OK 所以以后反正你是一个大范围 反正你就切 看哪一个是哪一个 一个萝卜的坑 再慢慢去细分就好 OK 只是说这边的话 概念清楚 这边当然 复制 贴过来 这边贴 再怎样 再改 这边改成二 前面是列 后面是蓝 有概念就可以了 OK 然后这边的话 就把它改成三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所以它的概念一定是 它改几个地方 就是 这本来是三个 变成一个 那这一个呢 就直接丢给它 然后 这边再去抓第一个 这边再抓第二个 抓第三个 另外 当然另外一种写法 你想说 老师 但可是这边 我如果不要A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你就是变成说 电信业者范围 就是直接写到这边 可是变很长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不一定要A 你就把电信业者范围 刮乎一之一 电信业范围刮乎一之二 但是 相对程式变很长 所以我干脆 为了缩短程式 所以我先丢给A 再来处理 我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好 那再来的话 关键地方 最后的话试一下 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应该就 可以大功告成 范围 按确定 跳出来 剩一个 再刷一下 三个给他 丢给A 再去抓第1个 第2个第3个 帮我串出来 OK 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我们刷一个范围 丢到ESAL里面 它就是一个正列 正列一定是大刮户 大刮户 里面放三个 这个叫正列 其实也是范围 OK 然后呢 我们就分别切割 按个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OK 所以 两个第2个 制定函数是范围 那未来什么时候可以用到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篮 你干脆一刷 整个过来 它自动帮你把它串接好 你就可以产生你要的那个篮位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手机的制定函数 再精简成一个手机的范围 那改的方法当然就是 第1个名称要改 第2个底下那个返环的 手机也要改回手机范围 另外就是电信业则就不用 三个 就是电信业则 然后范围 后面的话就是把它改成 1-1-2-1-3 这样就OK 再次看 再次看 再次看